9月9日,Harry L Yoga Institute庆祝了七周年庆典 这是一场充满瑜伽精神和团结的隆重活动 庆典以身心平衡之旅为主题 在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活动和表演中 参与者与自己的内心建立了深刻的连接 创始人Jennifer为开幕仪式带来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强调瑜伽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方式 更是与自己和周围世界连接的方式 他们鼓励所有参与者将瑜伽融入日常生活 追求健康和内在平和 在冥想引导环节 参与者闭上眼镜 深呼吸 感受空气流过身体 远离紧张和担忧 庆典的焦点是各种精彩的瑜伽表演 展示了瑜伽的多样性和魅力 从挑战性的瑜伽轮头道立 到儿童瑜伽的童心乐趣 再到常温瑜伽的核心练习 和富有力量感的战事时 每位表演者都展示了 他们独特的记忆和瑜伽的魅力 此外 红外线瑜伽和产后修复课程 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为参与者提供了全面的瑜伽体验 庆典的高潮是专为不同孕周期的 孕妇准备的小班孕妇瑜伽课程 为妈妈们创造了宁静和舒适的体验 庆典还为学员颁发了奖杯 表扬和鼓励大家在瑜伽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当天提供了丰富的美食 抽奖环节 卡拉OK 最让大家兴奋的是一年一次的瑜伽课程优惠 最后特别要感谢义工团队在这次活动的默默付出 今天非常开心 非常谢谢大家的到来 我是这个哈利亚优格institute的唱办人 Jennifer 我唱办这个瑜伽学校 是完成一个遗愿 我妈妈在2013年走 她当时走之前跟我说过 一定要把对她的爱去送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唱办了哈利亚优格institute这个学校 今年整整七年了 很难得 很难忘 在这七年里面 我经过很多事情 但是我很开心 我很愿意 更加很络意地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是我的 孕妇妈妈们 当我看到他们生产的时候 迅迅迅力 我内心感到很激动 我看到我的学生 他们肩颈很有问题的时候 我能够帮助他们 辅助他们 让他们肩膀 能够得到放松 示范下来 手能够提起来 我的学生们 他们要结婚之前 来这里做 瘦身瑜伽 我能让他们瘦身 内心也感到很激动 我做到了 我的学生们来这里考瑜伽老师执照 然后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 合格 专用的老师 我为 毫无保留把我所学的东西 都传授区区 小孩子们 他来这里想 练习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 希望能够 让孩子们得到身心意欲的前面发展 我也默默无闻地 在后面 慢慢地辅助小孩子们 在各方面 全方位地成长 来这个学校的每一位学生 开开心心地来 高高兴心地离开瑜伽学校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也是我最大的期望 所有的一切 瑜伽学校 走到现在 都是来自于学生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很感恩 感谢每一位到来的学生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瑜伽馆的周年庆 这是第三次参加这个周年庆了 因为我们这个李董是我们交大校友 然后他的太太Jennifer老师 是大温地区知名的瑜伽教师 在疫情期间给我们网上上课 免费上课 然后引得有好多的交大的校友 加油一起来参加 我们后来线下以后 我们就开始大家组织队伍来参加 我们交大的好几位 十位吧 都来了 来一起庆典 庆祝这个瑜伽馆 越办越成功 我应该是25周左右来 过来建基菲老师这里上课的 他很专业 然后平时也会给我很多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反正还是很开心 能够跟大家一起上瑜伽课 然后我老公也在他那边上 应该是远红外线的瑜伽 是他推荐我过来的 他说这里非常的专业 反正很棒 很谢谢他 也祝我们瑜伽馆生日快乐 首先先祝建基菲老师的瑜伽馆 生意兴隆 然后去周年快乐 然后我是大概18周的时候 运气18周的时候加入的 然后呢 觉得老师非常的亲切 然后给到很多的帮助 非常的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